在警察车队的护送下 运载运难警员辛格一体的车辆抵达悼念仪式现场 会场外挤满钱来送别的民众 大家依次进场感谢他为社区所提供的服务 并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他不是只是警员 他是我们社区的一员 我可以说给大家在Numan 每一人都很心痛 很心痛 由于嫌犯是非法移民 并且有多次的犯罪记录 有民众认为 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将其遣返 将避免悲剧的发生 周五 总统川普在白宫向媒体发表讲话 表示非常关注非法移民枪杀警员的事件 目前两党因边境墙拨款难以达成一致 导致联邦政府持续关门 辛格遇害事件令加州民众再次意识到 加强边境安全的重要性 我支持战争 150% 我认为特朗普是 第一个总统 谁认为这个需要 本周三 非法移民嫌犯 门多萨被以谋杀重罪起诉 案件将于2月份正式审理 新唐人记者张德辉 加州斯坦尼斯劳斯县采访报道